OK,我们现在更进一步的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想要熟悉一下指令的操作 像刚刚我们阻挡了一个FTP的连线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我希望某一台主机能够连线 连FTP,我们这边有一个另外一个终端机 这个终端机的IP位置 应该是 它的IP位置是 192.168.0.14 那它可以连FTP吗 192.168.0.14 好,你看FTP现在是卡住的 好,现在如果我想要让 这一台192.168.0.14 能够连接250的FTP 那我该怎么调整呢 回来这里 我现在有一个规则 它是把所有不限任何地方没有来源位置 到了我的Ethernal上的TCP目的地破FTP的风包丢弃 那也就是不分对象 完全不分对象 那么我想要针对192.168.0.14去描述这个风包 你看一下 我们的来源位置在这里 这是一个S 这是一个来源位置 来源位置是小写的S 所以我在这个指令的后面 再加一条描述 来源位置是192.168.0.14 这种风包 我不是要把它丢弃 我要接受它 好,我们有主要两个target 第一个target是拒绝 以前是拒绝 现在就是丢弃 拒绝,拒绝等下再说 如果是丢弃 就是风包直接丢掉 不再回答 我希望能够接受 来自于H小S 192.168.0.14 的TCP21的FTP的风包 我加在input chain底下 请你注意看这个A 这个A的效果是什么呢 大写的A 它会把规则 加在原有的chain的下方 这个字就是append append的意思是 新来的规则 加在原有规则的后面 I这个指令 这个规则 是把你所希望写到chain里面的规则 插入到指定的行号 第几行 后面加上它的规则的条件 那如果我现在直接用A 会发生什么事 你看这个规则进去了 我们看一下规则 第一条在input chain的规则 会拒绝所有TCP21 FTP的风暴 第二条规则 会接受来自于desktop14 也就是192.168.0.14的风暴 它是目的地坡是FTP的状况 这样的规则 可以让14号来连线吗 然后我们把它拉上来 在这里 我重新连一次 192.18.0.250 它还是卡住 它还是卡住 那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表示 我们的规则 写了失败了 为什么 第一个风暴进来的时候 在input chain里面 它会先碰到第一条规则 它的过滤的过程 是用由上往下的一个顺序达成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用这个规则 先来遇到来自于14 0.0.14的风暴的话 它就直接会把 0.0.14的连线取消了 丢掉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 允许连线的规则 放在前面 等一下我们做翻译的时候 都是这样 我们要把允许连线的规则 放前面 拒绝连线的规则 放后面 现在我们要处理一下 这个accept 看一下 这个规则是把 新来的规则 加在原有规则的后面 现在我们要消除 删除这条规则 我们会用第一这个指令 后面指定 chain的名字 加上第二行 它是第二行 所以我会这样写 我把之前的指令拉出来 我用删除 input chain 的第二行 这样子一刹 再看规则 第二行就不见了 我再用历史记录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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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行规则 我要求它用插入的 插入到第一行 如果你希望你的规则进到第一行 你不用写一 除非你要写到点 希望规则插到第三行 你可以写三 当你用i的时候 当你用i的时候 插入规则的时候 会预先的放在第一行 如果你没有写 就是第一行 如果你写了 那就是指定的行数 在这边看一下 enter 这个时候再列表规则 你看这个过程就是这样 我们加一个规则 做一次列表 加一个规则 做一次列表 几乎都是这样 你看我的允许的规则 已经被放到这上面 你说 它的来位置写这样 你看不清楚 你可以有什么方法处理呢 是这样的 我可以加一个N 我列表时加个N 在列表的时候 它就不再使用名称 它会直接使用号码 像目的地破21 来自于192.168.0.14的风包 这个时候 0.14可以连线吗 我把中端机拉出来 Ctrl D 再列一次 上去了 你看现在连线就行了 就成功了 我可以写FTP 我可以写一个 电击右键位置 当做密码 OK 登入成功 看到内容 我可以用Ctrl D退出 这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我们在观察这种东西的过程中 它的规则 允许规则放前面 拒绝规则放后面 这几乎就是防火墙过滤规则的一种 基本的做法 而这种基本的做法 我们可以延伸到很多其他的连线 比如说Secure Shell 我现在把我的实体机的IP改成了0.254 跟上课的时候一样 那我的虚拟机的IP还是一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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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13吧 看起来 250 250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要用我的254 去用Secure Shell 连它的250 我们连线的方法就会这样 Secure Shell 192.168.0.250 进去了 现在我已经进去了 在上面 这里 我已经连到0.250 这是连线直接进去 没有写密码 因为已经做了金钥交换 所以不需要写密码 现在我要拒绝 任何Secure Shell连线 请注意我把之前历史记录拉出来 看一下 拒绝那一条 OK 现在这条规则是 IP Table 它的Table是Filter Table 加一条规则到Input前 来自于 收到 是Ethernal上面 网卡所收到的封包 它的协定是 TCP目的地破21 这种封包 就要被丢掉 好 丢掉21 我要把这第二行 我们刚刚的规则没有写好 我多插一条规则在最后面 看到没有 第三行 我把刚刚删除规则 的指令叫出来 删除第三行 随时都可以去做这些规则的整理 我再把刚刚的指令叫出来 我针对的对象 是TCP22 Secure Shell的封包 丢弃 请看这个时候 我在第三行规则这边 加了一个TCP22 不限来源位置 全部拒绝的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我再连一次250 卡住了 这个时候任何人来跟他连secure Shell 通通都卡住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希望 我可以接受来自 192.168.0.254 就是我现在我自己 现在我的实体机 我希望可以接受来自于254的Secure Shell连线 我要怎么写 首先第一件事 允许连线要放前面 所以把刚刚允许连线的规则拉出来 放在前面 用I插到前面 它收到封包的网卡 是由Ethernal收到 协定是TCP 目的地破是22 来自于 192.168.0. IP位置254 是接受的 看一下规则 我在第一条前面 加上了这个设定 来自于254 连接我的TCP22的封包 就接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从这里 去Secure Shell 250 成功 退出 换一个终端机 如果我在这里 写同样的指令 Secure Shell 192.168.0.250 它卡住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这台绿色的 是14号 我的允许规则里面 并没有允许14号 可以跟我做 Secure Shell连线 所以呢 我是连不上去的 这样是连不上去的 所以 这个时候 我的防火墙 开始发挥了 基本的管控的功能 谁可以进来 谁不可以进来 我可以允许谁进来 规则放前面 我其他都不允许 像这样的状况 非常重要 接着我们再讲下一个 第三种协定 不管是TCP或是UDP之外 第三种就是我们最常用的PIN 那PIN这个指令呢 它是一个ICMP的协定 在这个状况下 PIN是发 由发出PIN封包的主机 送到远端电脑 一个ICMP Echo Request 的要求 对方电脑 收到这个要求 就回答 回答的时候 回答的是一个ICMP Echo Reply的回应的封包 你现在是我看到的 这些21 2423 242526 这些封包 就是远端主机送回来给我的 所谓的ICMP Echo Reply 里面的内容 我用Ctrl-C先切断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我想要拒绝 所有人对我PIN 站在虚拟机的立场 我们可能会这样写 我把之前的规则拉出来 那ICMP 也就是PIN的封包 它的协定是ICMP 我就想 我想要加一条规则 因为是拒绝的 所以加在后面 在INPUT券里面 去针对 来自于Ethernel 所收到的封包 它的ICMP的协定 通通都被丢掉 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我在最下面这边 加了一条 拒绝ICMP的封包的设定 结果是什么 刚刚可以PIN250 现在PIN不到了 PIN不到也对 问题是 如果我自己 站在虚拟机里面 去PIN外面的电脑 他也PIN不到了 所以在使用防火墙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很多人都忘记 你防火墙设定不良 结果就像这样 你不但可能挡住了人家 你也结果把自己给挡住 不要因为要挡住人家 把自己也挡住 这好像不对 当然是人家不能连你 你可以连人家 这才是优势的防火墙的设定 上级现在的这个做法 恐怕是不行地 所以我们的规则必须要改变 我先把最后一行 这边已经是第五行 INPUTCHAN的第五行杀掉 所以我把之前的指定叫出来 这是INPUTCHAN 删除INPUTCHAN的第五行 再看 规则 这个时候最后一行不见 然后这边呢 已经会动了 刚刚本来不会动 现在都会动 PIN都PIN到了 对于ICMP的协定 你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一段 没有在main page里面 也没有在课本里面 -P协定 ICMP-H 这是一个资讯性的画面 这个通知性的东西呢 或者是资讯性的 求助讯息的东西 只针对ICMP协定去做说明 这是很难得的 看一下 在这上面 首先先针对 IPTables的指令 的基本操作 做一些解释 我在这里已经学过 我们刚刚学过 A加一条规则到后面 D删除规则 I插规则到前面 R是让你替代规则 L是列出规则的列表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下面 就出现了 专门针对ICMP对照的参数 ICMP不是用PORT 原来它是用Type 在这边 所以你要阻挡封包 或是针对ICMP 类型的封包 去做确认的话 你必须知道 它的类型怎么写 像这个就是Echo的回答 叫做Echo-Reply 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这个地方叫做Echo-Request 所以这个地方所写 告诉你 你要阻挡的 并不是ICMP封包 是ICMP封包里面的 Echo-Request的那个Type Type在描述时怎么写 它就写成这样 -icmp-type 后面加Type name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是这么写的 把刚刚的指令叫出来 你看 我说我加一条规则到后面 它是由Ethernail所收到的封包 协定是ICMP 但你没有讲清楚 -icmp-type 类别 类别还不给我们写号码 一定要写名字 Echo-Request 我的意思是 我要拒绝那些 对我送出ICMP Echo-Request PIN要求的封包 加在后面 这个时候我PIN人家 就不会有问题 我的防火墙所阻挡的 是人家对我的PIN的要求 我这边会接受的 是人家回答我PIN的要求的 Reply的封包 在这边 你看到 外面的人再也PIN不到里面 里面的人可以PIN外面 外面的人PIN不到里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设定 外面的人PIN不到里面 里面的人可以去PIN外面 看一下规则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第一条规则是针对 19.168.0.254 对我发出TCP22的连线 第二条规则是针对 来自于14号主机 它的TCP21的FTPP要允许 专门针对14号主机 后面三条全部都是丢掉 它会丢弃TCP21 TCP22 以及ICMP类别8 也就是Echo Request 所以在这里 我们很简单的 让你看到了允许跟拒绝的状况 所以我们接下来第三段 也跟你谈到的是 使用者制定欠的处理方式 我们可以在这边影片休息一下 等一下请你看第三段